今天我在山东滕州啊 这地方叫王开村是吧 王开村 啊王开村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猪头肉煮制现场啊 这一锅六十个头 滕州猪头肉 滕州最出名的一家猪头肉 这锅要煮多久来啊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啊 是六十个头吧 对六十个猪头 六十个猪头你看 漂亮漂亮 这几个师傅都在等 爷妈妈的等 你们都是等着买的是吧 王开 王开是村啊 大王开啊 你看这个现场啊 他这个啊 是在村里头住 他的地方叫王开村 王开猪头肉啊 自己家里头 你看 他在市里头是有萌店的 是一个庄子里头 我们开车过来绕了好多圈好多圈 有很多家王开猪头肉 这家最低的啊 王开猪头肉 一进门有一个大的福字 就这家 就这家 有很多产品 猪头肉啊 猪头肉啊 嗯 这个是猪肚 猪肚啊 就除了六十个头还有很多各种 猪蹄子 哦这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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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的 全套的啊 光猪头的话得有六七百斤 猪头就六七百斤 对 你这边猪肝还煮哈 一锅煮啊 对对 全个的猪下水 猪下水 这里有大肠吗 有大肠 哦 哎 看到了看到了 你的猪头肉怎么卖 我的猪头肉是四十九块钱一斤 四十九啊 对啊 哦 大肠呢 大肠价格稍微高一点 一百块钱一斤 一百啊 对 我们这个大肠做的很厚 那边煮完锅到这儿就拆骨头 你们经常这样等着出锅买吗 哎 哈哈 大家口味怎么样 口味 在腾子做的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啊 你看 一边出锅 一边拆骨头 后面墙上全是奖牌 王开猪头肉 百年老汤了 有百年啊 对 百年老汤了 这主要是香料的颜色是不是 对 这是老汤的颜色 这一锅有多少斤呢 这一锅有千马斤吧 千马斤啊 平时是就两锅啊 平时就是两锅 一天出两次 上午或下午一天 上午就是现在八点半出锅啊 对对对 是的 我们来的正好 对 那过年的时候呢 过年的时候 临州转啊 过年的时候 昨年过年 就转的锅 每天出十来锅 十来锅啊 对对对 哦 因为昨年过年 都是主厨房有 十来锅 这锅就算一下啊 这锅就算一千斤吧 十来锅不得五斤吗 对 还有五斤啊 对对对 哇厉害厉害的 只多不少 所以说啊 这个是我建过的最壮观的一家 这样你就看出来锅的大小了吧 就是这样的 又来一盆 这一大锅能出多少盆啊 这一大锅十来盆 十来盆啊 你的头也小 这个是一个头盆了三块 三块啊 对对对 他们大多数这个都是烧度蛋白 哦 是竹篮是竹篮 舌头是舌头 哦你看你看 我这个是下巴 哦 舌头在一起了啊 对 这样的就是讲这一块 就是讲这一块 这是一个柱头 一整个柱头啊 这是一个柱头 哦 两个上面 对吧 一个下面 然后一个下面啊 这一个多分个三半 哦 对 他们那些卖了吧 都是两百 竹篮是竹篮 净刀 哦这个意思啊 对 这就是汪克竹篮的特上 过年的时候我刚才算了啊 一万斤有吗 五吨 有 十几锅铃头炸肯定有啊 对 五吨什么概念啊 那你这一天一万斤啊 过年啊 完全可以搞工厂的 工厂 哪有再假的这个这个 老汉成的老汉成的老汉成的 没有这个老味道了啊 对对对对 老板还是很讲究的啊 又来一车 一车接着一车 那你们过年刚出国不得抢吗 对 都是排队给这抢 好好好 我过年的时候我市里的这三个米头 给民主老池开车 店里不开直接在家买 对 直接在家买 他这个猪头肉的隔道 嗯 肥了吃起的不腻 哦 就所有的好猪头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肥压不腻啊 嗯 来看看就是这个场面 它这个规模啊 其实完全是可以做工厂的啊 你看这个量 过年一万斤五吨 但老板讲 他说做工厂以后 他这个量 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这个口味啊 就不是 橙周老味道了啊 他讲的也对啊 全家总动员 这么切几天不就要换个刀吗 对 对 这个顾客要说带走吃 哦 所以 也不用菜板 对 带走就拼到混到一起了啊 对 你看 这是这边喝早酒的兄弟 一大盘 扔点蒜 这个感觉超爽 好 这个就全部出锅了 对对对 全出锅了 全部出锅了啊 你看啊 这个台面上啊 全部摆满了 漂亮漂亮 四点两天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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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少钱呢 啊 323 323啊 嗯 嗯 滕州王开主的时候 再给你们看一下他这个荣誉证出啊 各种奖牌 各种上报纸 老板等你稍微忙完给我们弄点拼盘啊 可以可以可以 嗯 猪肝肥肠 嗯 反正你正常撑啊 没问题 每样都给我们配点好吧 嗯 就像那帮喝早酒的师傅那样啊 但是少一点少一点我们就两个人啊 嗯 我们切了点肉 哎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大概多少钱啊 这 8个块钱的 8个块钱的啊 老板还有点蒜 有蒜吗 有有有 整点蒜 整点猪头肉 这个生活啊 手套戴上 来 大蒜来来来 吃肉不吃蒜 营养卷一半 吃肉不吃蒜 营养卷一半 整起 我们切了不少部位啊 看一下啊 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卤的弧形肉啊 我还没吃过卤这个弧形肉啊 这是耳朵 猪肝猪头肉 肥肠 80 81 来 整起 我特别喜欢藤州这个卤猪肝啊 一定要切厚一点 真的就跟巧克力一样 嗯 你看我后面这些啊 早久喝的飞起吧 它们更牛 它们午喝点 可能黄瓜 弄点猪头肉 吃点蒜喝点酒 啊那个生活啊 太羡慕了 一半吃两个碗 一半吃两个碗 来尝尝这个猪头肉 它猪头肉看着没有那么烂 但是按照它说煮的食堂啊 也应该是很烂口的那种猪头肉 乖 乖 没那么重口味啊 不是讲什么山东公骨味就很重口味 它这个口味还是挺清淡的啊 好吃好吃好吃 乖 你看 心里的特别干净 一点肥油都没有 非常好吃 非常脆脆的 啊 真的不会是上过 实际上中国的卤味 来 把点蒜 现在是早上9点20 很多人早餐还没吃 你看我们那个早上吃这个 再来口蒜 啊 是不是溜的飞起 吃肉不吃散 一样剩一半啊 再尝尝这个耳朵 唯一有点不完美啊 讲小话 如果这个是9就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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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